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资部 缺领泰 今天 礼拜一 这个月的第一天 那 我说这一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份 一直以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道琼具有九月魔咒 平均大概九月 因为都把多头跟空头全部算在一起 加起来的话 每股的九月份平均涨幅是0.5 那平均每个月 平均每个月涨幅都在0.5 那只有九月份是跌大概0.6 所以九月份不知道 但是这个月会不会改观的话 就在大陆股 是因为陆股 如果因为我们刚才看的话 还没看到陆股 陆股的话 今天好像还蛮强的 那大陆股是只要没有问题 陆股现在 涨1.28% 指数是2923 快要变成3000大关 3000大关过去 朱小型电子股又整个攻上来 这个月的重点 不在那个 什么3324 不在这个啦 大家注意一下 不在这个东西身上 这个月重点 不在这个3324 不在这个东西身上 不在这个身上 你看这个都还在跌 也不在6230 不在这个 这个都会变 变 然后呢 不在这个 这个3338 不在这些 虽然他们今天没有跌到 上个礼拜跌停板 但是不是这个筹码已经变得很乱了 这个月的重点 是在这个 2327 是这个 是这个 国际这个 今天还算不错 还可以 还有这个64 尤其6488更重要 6488更重要 6488 那一样今天4943 4943的涨停了 你看他K线嘛 他他 他之前还有财报利空 他才有财报利空 这有人说他做假账 我们不好意思讲而已 但是今天涨上去化解这个余力 那不要忘了 2439的嘛 有机会 因为他基本 这个都不是跳空 这些都不是跳空 这不是跳空 是他 这个 这个除全席 那 这个除全席 这是那一天 股市种作 这个美股种过700点的时候 你看他慢慢的又把这个缺口回薄了 那怎么要 补这个洞 这个洞 这个不是跳空 这是这个除席 那如果以架构来看他大概这个位置 要注意这一些 注意这一些 好的股票 大家 一点点小耐心 小耐心 今天早上亚洲股市刚开始也都会杀下来 你看 年港股之后跌一百多点 你看港股 香港那么乱 这个都慢慢的在收了 在收了 那中国股市的话 应该是会最强的 上阵指数现在深圳的城市现在涨了2%多了 我一直要跟大家讲深圳城市的1万点 上阵综合指数的3000大关 如果这个礼拜能够顺利过关 9月份根本不是很大的问题 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一样 我们有些公信你要稍微留意一下这种的 今天 今天是没有过高点 今天是刚好平高点 我今天刚好平这个高点 但是这个 我跟大家讲 他撞很多 你看3083的 网红 网红 今天 今天又涨停板了 今天又涨停板了 又网红涨停板了 但是基本面 不要忘了这个爆发力十足是这一档 你说这个 这个什么 外资法人 这个内置 调高平等到多少 165块但是我有看到 最近有看到200块的都出来了 他也合理他第2季就赚了9块多了 他上半年 只差 3293差一点点而已 这个将近400块 比这个差一点点而已 差了大概1块左右而已 上半年这个大概赚10块 大概赚10块 6.5 4.5 11块 那这个大概 这个大宇之大概赚 10块 9块多 10块 所以差1块左右 1块半左右 差一点点而已 可是股价差很多 一个100出头而已 一个接近400块 所以要攻这个 要攻这个 要攻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只是在这边跟大家讲说观念问题 那 这个也上来了 这个233G的网红也都上来了 你看 网红都上来了 暗红藏红 那网红一上来的话 不要忘了 事实上基本面最好 大家都 忘了发掘的这一档叫6188的广名 注意哦 广名 广名还原前期也慢 今天开始红棒上来了 而且是拉尾盘 注意哦 注意哦 这个我认为这两天可能会直接冲上去 你如果跟大家讲的股票 你不要归心 6488的 竟然就在 贵马就插这一档 这个动的话呢 什么都会动了 整个贵马就整个来了 2327的力道不足啊 不够 一定要搭配6488的环球金 注意我跟大家讲这个结构上的一个分析 那不用担心了我都会分批帮大家做布局 不用急 耐心等我们 跟你这个 做 跟你把讯息告诉你 那也欢迎投资朋友你来加入我们的LINE AT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LINE AT 你看 加入我们LINE AT 来 加入我们LINE AT 小老鼠Y1S528 小老鼠Y1S528 9月份 以今天这个格局来看 整个亚洲市场来看的话 问题不大 中小辛苦 或有一波 更不错的行情 但是之前涨很多了 请你不要再去追了 答案就是这样 台股新公寓 祝福你 明天见 有家政卷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